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一个万圣节恐怖故事成真的故事 1968年的赵子正 女主戴拉小时候喜欢写恐怖小说 万圣节到了 校爸汤米带着两人狠狠地揍了稻草人 每次心情不好就拿他出气 稻草人脸上爬出了虫子 默默地看着汤米的车子远去 卷猫和大个子乔 约女主戴拉参加万圣节 女主化妆成了女巫 脖子上鲜红的血迹 这造型很酷 校爸汤米一边泡卷毛的姐姐露西 一边向卷毛收保护费 女主三人疯狂地扔臭鸡蛋 卷毛扔了个便便炸弹 吃屎去吧 汤米的汽车最后撞了别人的篱笆 气得追赶女主三人 三人逃到了露天汽车影院 钻进了墨西哥帅哥雷蒙的车里 聊到恐怖电影 女主和雷蒙二人来电了 然后邀请雷蒙一起去鬼屋玩 鬼屋的传说是贝洛斯家在当地开了造纸厂 家族否认沙拉的存在 小朋友通过强听沙拉讲恐怖故事 后来一些孩子没有回家 全部死于中毒 镇上的人认为是沙拉干的 沙拉用头发上吊 自杀了 贝洛斯一家随后突然消失了 雷蒙发现架子后面一个密室 进到地下室来到了沙拉的房间 卷毛则见鬼了 看到房间灯亮着有个老太太 女主叫二人来到了地下室 找到了沙拉的恐怖故事书 突然一阵风蜡烛灭了 鬼出现了 其实是笑爸汤米吓唬他们 又将露西踢入了地下室 一起好好待着吧 女主看着书记真希望沙拉来讲一个恐怖故事 突然之间锁上的门竟然开了 五人来到了鬼屋外 雷蒙车被汤米吐了侮辱的话 回家后女主发现恐怖的故事都是沙拉写的 有一个哈洛德的故事墨迹都很新 主角是汤米 汤米很晚回家 被母亲训斥要求去送鸡蛋 汤米拿着鸡蛋 看到稻草人哈洛德又揍了他 随后汤米无论哪个方向走都是稻草人 稻草人站在路中间开始追杀汤米 汤米拿起铁爬反击 稻草人一手夺过来 插入了汤米的身体 汤米喊不出救命 身体里长出了稻草 成为了下一代稻草人 女主去故事里的玉米地看 稻草人穿的正是汤米的校服 吓得女主将恐怖故事书归还到了鬼屋 晚上女主发现书怎么又回来了 新的恐怖故事是大个子乔 自己一个个的出现 What the fuck 女主撕掉纸 自己还是出现 女主马上呼叫乔劝他别吃肉 你在恐怖故事里 乔从冰箱里拿出了一锅炖肉 乔才不幸吓唬谁吃下一块肉 然后呕吐了出来 肉里出现了脚趾 乔听到谁拿了我的脚趾 一具女尸体进房间寻找脚趾 乔躲到了床下 一会儿以为安全了 乔爬出来 突然女士将乔拖进了墙里 乔也失踪了 警察寻找多次也没啥发现 女主叫来了卷毛和露西 可能下一个恐怖故事就是我们 露西不信 然后离开了 三人把恐怖树烧了 可惜完好无损 三人去查资料 发现1898年莎拉上吊自杀 然后贝洛斯一家都突然诡异的消失了 而书里有莎拉家人死亡的故事 书籍出现了新的恐怖故事 红点 露西脸上出现了一个包 跑到厕所去处理 这个包越来越大 出现了农业 最后很多蜘蛛从里面爬了出来 卷毛赶来用水桶泼在了露西身上 露西被救了 随后去了精神病院治疗 女主三人去找贝洛斯家的老用人 老用人说你不该拿莎拉的书 让他愤怒 同时了解到莎拉是在医院上吊自杀的 所以三人偷偷溜进了医院档案室 卷毛很害怕待在外面放风 女主和雷蒙来到了资料室 查找档案发现 莎拉患有白化病 而医生是她的亲弟弟 有一段录音 莎拉说是罩子场水里的拱毒毒死了孩子 莎拉不断地被电击折磨 要求承认这一切 原来家人当莎拉是怪物 突然录音里又开始讲卷毛的恐怖故事 卷毛看见一坨老妇人走过来 无论哪个路口都是老妇人 最后卷毛进入了老妇人的怀抱 永远地进入了老妇人的身体里 女主和雷蒙感到只有一只卷毛的笔了 警察拿着恐怖书 当然不相信书里的故事都成了现实 女主和雷蒙被关进了铁房 晚上警长发现故事书出现了 我是坚强行者的故事 警长转身一看 一条黑狗又奔出一个老人的头颅 突然四分五裂的尸体出现 拼揍成一具食人尸 警长被一口咬死了 食人尸朝雷蒙走来 女主拿了警长尸体上的钥匙 二人夺路逃命 女主还顺手带走了恐怖故事书 雷蒙建议去鬼屋告诉莎拉真相 而食人尸竟然追过来 跳到了车顶 雷蒙一个急刹车再撞上去 将食人尸顶在卡车里 食人尸分解后 虫组继续追杀 回到了鬼屋 女主冲进来 求莎拉别讲鬼故事了 突然书不见了 女主来到一座漂亮的房屋中 雷蒙进来 只看到书开始写女主的恐怖故事 而食人鬼开始追击雷蒙 屋子里到处有人在找莎拉 而女主化身成为莎拉 女主躲在桌下被发现 关进了地下室的黑屋里 黑屋里女主看到了全身白化的莎拉 女主告诉莎拉 你写的一切都成了真的恐怖故事 还带走了两个女主最心爱的朋友 女主会写出莎拉的真相故事 请莎拉停止愤怒吧 放过最爱的朋友 莎拉要求女主用血来写 女主接过笔 用血书写莎拉被家人折磨 被诬陷杀人的真相 莎拉发出愤怒的哄声 一切都被停止 最后女主继续执行诺言 将莎拉的故事写成了恐怖小说 切入莎拉被家人当怪物的真相 逃兵衣的雷蒙最后去参加了越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需要彼此关爱 需要家庭的温暖 否则恐怖故事就会展开 卷猫和桥还是失踪状态 而女主可以找回他们 秘密就在书里 露西已经恢复正常了 原来女主获得了恐怖书籍的能力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 谢谢 谢谢